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23亿元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师翁伟杰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台北股市热滚滚 那么当然昨天呢其实这个价涨 但是量其实并没有报大量 3168亿元 我们现在讲3000亿元都已经叫做不是大量了 都已经是普通的这个成交量了 因为都已经出现过4000亿的量了 不过昨天呢很明显的就是台积电跟联电 这个晶圆双雄带着整个半导体 然后再加上鸿海一路的往前冲 这些全职股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这要如何来看待 方文长大家早好 我想其实在昨天的台北股市的成交金额的资金流向里面 这个电子股当然一定是主轴啦 这没有话说他们的成交金额的比重是来到74% 所以其实还OK 但也没有到非常非常过热 电子股要出现极度过热 就是他的资金的成交比重来到8成以上 这要极度过热 那大概在7成到75%左右的这个水位 大概就是只是偏热一点点 但是呢其中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 半导体的整个产业的资金的成交比重是来到41% 这我们过去在几个礼拜之前 我们说过半导体过热其实是35个百分点以上 我们就已经认为有过热的现象 那昨天是来到41% 所以代表极度过热 很多的交易都集中在半导体当中去做这个交易 所以其实半导体非常的热络 那当然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为什么能够持续的大涨也是因为 半导体的交易是非常的热络 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讲结构的问题 那结构呢现在目前看起来 电子股当中半导体的这个领军的角色扮演得非常的好 那所以呢就目前看起来台北股市的 这个多头的供给气势是还蛮稳健 只不过呢过度集中在半导体产业当中 其他的包含像是传产 包含像金融其实都没跟上来 所以也造成了台北股市成交量的萎缩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点 那当然对于技术面来讲的话 多头格局是没有改变 这很正常 那上个礼拜五的这个长黑K棒 是出现了大概4300亿以上的一个长黑K棒的量能 但是呢现在我们目前就初步这两天的表现观察起来应该是一个换手量 那如果说 因为昨天已经占到了那个黑K棒的终点 对2分之1以上 2分之1以上了 虽然还没有跨过那一个长黑K棒的头部 但是已经占到了2分之1以上 已经算强势了 没有错这个其实算是短期当中还蛮强的 因为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上个礼拜五的这个台积电法说会释出之后 其实台积电也是一样爆大量收长黑K棒 但是你回过头去看一下台积电的一个走势 在7月28号 去年的7月28号 Intel的利多一出现的时候 它是爆大量收长黑K棒之后整理了三个月 那同样台北股市也是差不多 所以其实在上个礼拜五出来的时候 大概我们心里会预期说 可能是一个开始出现一个盘整盘的一个行情 那盘整盘没有不好 就是说攻得太快 其实我们会比较紧张 稍微休息一下降温一下 对台北股市的行情会走得比较久 那现在是连续性的上攻 那当然代表这个市场上的热度呢 然是存在的 那么我比较担心的是在半导体这个区块当中的 尤其是台积电跟联电 因为呢在这个过去 我们看到最近这一个礼拜 很多网路上有很多的网友的文章 其实呢他们不外乎就几个重点 做航运股赔钱的赶快做台积电 然后呢买房子要结婚的不买了 买台积电 然后呢ETF觉得赚太少买台积电 所以其实你会知道说 现在当台积电变成是市场上交易 或者是价差的一个 这个投资的一个选学的时候 它反而会营造出台积电 或者是联电在短期当中 筹码凌乱的现象 这个是大家反而要反向思考 就是说你刚刚讲的那一些 先不要急 先不急的结婚 先来买台积电 对对对对 然后呢做其他类股失败的 通通跑来买台积电 没错 它就等于是一个散户集散地了 没错它变成是一个羊群效应 就是这个其实 有一点点风险 我们不能说台积电会一定会跌 而是说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有时候当这个市场上 已经出现几度过热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当该上车的人全部都上车 那没有人去抬轿 那轿子不会动啊 所以最保守 我们就先看台积电 这个利多出来之后 它有可能在短期当中 虽然会过高 但是可能再像过去一样 连续性大涨的机会 可能就会越来越低 那不是说它不会涨 我先强调 就是说当大家听到 现在市场上过热的时候 大家听到说 你说不会涨 那是不是就是要跌 没有 市场上不是只有涨跟跌 它中间可以修行跟整理 其实还有盘整 就是那种可能 今天涨个两块 明天跌个一块 然后后天再涨个一块 然后再后天再跌个两块 没错 就那种盘整是有可能出现的 对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大家不要受到这个 市场上的热络行情的那种感觉 影响到你的情绪 因为其实到目前为止 台北股市多走了这一千点 就一万五到一万六 这个过程里面 我个人是比较认为 现在都是投资人的情绪 主导的行情 因为你过去看到这一千点里面 其实外资没什么参与 没什么参与 反而在这一千点当中 它积极的加码布空单 那这个是 它在现货还是有加码 只是说它期货的部分 是有布空单而已 对对对 所以如果现货加码的话 不算是它比较偏积极了吗 基本上要看它加码的这个状况 因为我们过去有说 这外资加码的金额 你可以用五十亿当成是一个平均的这个水平去看 这个五十亿以上的次数出现越多 代表它心态很积极 比如像过去在一万四到一万五这一段行情里面 外资就是买超 涨个一百点我就买了差不多九十亿 涨个两百点我可能买个一百五十亿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代表外资心态其实很积极 那如果说现在再涨一千点 一万五到一万六 可是外资呢 要嘛就是两三天买一次 那买呢可能就是买个五六十亿 然后呢又没有连续 甚至呢它在你大涨的时候 它还出现微幅度的调节 其实这个心态上面跟过去这一万四到一万五的行情 心态上面就有差别 所以大家特别留意说 现在为什么行情会动 会动的原因是因为市场上交易很热络 投资的心态很正面 然后都是偏多看待 但是它是属于情绪面的主导 而并不是真的台北股市的这个基本面 是出乎市场上预料之外的强 因为在今年的台北股市的基本面 也就是台湾的经济的基本面 在去年大概全市场都已经知道 今年大概就是3.8的GDP成长 这个已经大家都知道 然后今年的出口 有机会会再算一下历史新高 这个其实去年大家都预估的到 所以在大家都预估的到的 这些利多的情况当中 其实如果没有更亮眼的突破 其实台北股市来到这个位阶 要在一直不断的往上突破创新高 并且有成交量创高的一个机会 其实是越来越低 我不是说不会 而是机会会慢慢下降的 好所以呢我们整理一下 就是多头格局没有变 这个前提要很重要 没错 然后呢在整体来说 电子肋骨还不算过热 其实还算是只是偏热而已 就偏重在 对并不算特别严重 但是半导体太热了 半导体过热的这个现象 可能让所有要追半导体 追高的人要小心注意 它有短套的风险 没错 好所以这一点呢 是你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那刚刚有提到外资的部分 或者是我们来看这一个 在期货对于现货的影响 昨天呢其实美股是大涨的 尤其是这一个费城半导体 涨幅超过了三个百分点 那你看到台股的ATR 从台积电连电到日月光 哇那都涨翻天了 没错 那为什么台子期的这一个 这个夜盘反而是小跌了18点 当然今天因为台子期结算 可是 可是大盘 它反而跌18点 其实是比昨天的收盘 稍微的减少了7点 没错 这要如何的解读呢 好我想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里面 或者是说在这个台股相关的 在美股交易的这些ATR 其实可能受到一个影响 就是说现在其实市场上 有一派的说法是说 其实这些转投资的效应 是来自于这个中概股 退出美国市场之后的一个影响 就是资金转进 到台股相关的ATR 去寻求投资的机会 就是说它不能投资中移东 跟中海油 而且下市是这些 没错 然后这个下市了 那好像都跟中国有关 那就去选台股的ATR 是这样 就看到 应该是这样说 就是资金会转进 就是今年趋势最明显 今年趋势最明显 就台积电 就台积电 然后就是这个联电 那另外呢 日月光为什么会好 原因就是 基本上就是 封装跟封册 受到晶片的 涨价的刺激 其实基本上 他们也有调涨价格的空间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今年的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 从上中下游开始都很明显的在动 而且呢 在基本面的部分 都有涨价的空间 这个是 为什么会有资金转进到这个 相关的ATR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在台子期的部分 今天是要进行结算 所以其实 你说要再继续做多吗 其实也有一点点危险 其实在交易台子期的人 大概也都是以法人为主 那法人的话 基本上还是会受到 美国现在的经济的影响 那先提供一个看法 就是说简单来说 叶价的上任 他的扩大财政政策的刺激 将会吸引 非美地区的资金 回到美国地区 真的吗 对这个现在是 华尔街开始慢慢出现的一个共识 就是说过去 因为这个 美国的经济成长 是相对比较偏弱 今年原先普遍的共识 是4%不到 就3.9% 可是刚刚我们在 新闻面重点有看到 今年的美国的GDP成长 是有往上秀 为什么 因为纾困案出现了 那这个纾困案出现 变成像 美国的经济的GDP成长率 出现了意外性的成长 意外性的成长 而且是比原先预估的 还来的更强 那资金就会从原先 比如说 这个欧元区本来今年是比 美国来的好 可能都平均都在5%以上 可是现在看起来 欧洲的疫情控制的不是很好 封城令又时间延长 那资金就会开始在欧洲区撤退 那回到美国的市场当中 寻求投资机会 所以就会变成说 欧元区的资金开始 你就会看到欧元贬值 美元开始慢慢的反弹回升 这个就是资金轮动的一个指标 那回过头来 其实台北股市过去也是一样 因为在美元弱势的过程当中 新台幣一直不断的升值 资金一直涌入到台北股市 或者是台湾的经济体当中 可是当这一次 美国的经济出乎预料之外的成长动能出现的时候 资金一定会去寻求 经济成长预期比较强的市场 所以会有一些资金抽离的效应 这个是大家后续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因为最近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刘太英也出现 跟在市场上有讲一件事情叫恶性通膨 不然我告诉大家恶性通膨不会发生 在台湾不会发生 在美国也不会发生 但是呢 他讲的是资产定价出现了恶性通膨 也就是房市股市汇市的过热 要小心的是资金紧缩之后泡沫的危险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证券分析宣伟 接下来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虽然今天台子期结算 但是我们要先让大家知道一下 今天会一定压低结算或者拉高结算吗 其实这个月的那个外资的空单 一定铁定是被嘎到 这是铁定的啦 那你说拉高结算我觉得不至于啦 大概就是维持在高档 去进行结算就OK 他只要能够安全下庄就可以了 那当然也不排除 其实在过去的这个两天的时间当中 其实有陆续的转仓的一个效应 那么外资其实在布局期货空单 或者是在看空一个市场的时候 其实在早期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是在比较关键的 总体经济面的转折点的时候 去进行布局 如果你看到在外资 过去这一个月的空单的布局 然后再跟美国政局的变化 或者是在经济上面的一个转折 你会发现到 跟我们刚刚所提到 业轮上任 跟市场上的预期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资金会从非美地区回到美国 去进行投资 我说回到美国 不见得一定是要回美国股市 所以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回到美股去做 不一定 他不见得会回到美国股市 去操作 其他资产 对他可能操作其他资产 或者是他就去做实体的经济的投资 基础建设等等 他不见得一定会买股票 所以我要先跟大家澄清 那只是说资金会从其他的市场抽离 回到美国市场当中 那这个时候外资的布局刚好就是出现了一个 比较偏空方布局的期货的进空单的表现 这个部分要小心 对但是 他不是今天反映 可是那个中期来看的话 要注意这个趋势就是 对因为外资布空单的特色是 就是说他不会 他不会一布空单台股马上崩盘 不是他都是那种 看到转折点之后 开始陆陆续续建立一些相关的空单部位 然后等到时间到了他自然发生所产生的获利 他不是说一定是说看得很准我就进场去做操作 外资的操作跟一般我们个人操作是不太一样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产业面的部分 因为昨天反正所有人都谈半导体加红海 对 就是台积电联电 然后接着呢可能就加一个联发科日月光 然后接着就是红海 对 这些其实这几这一段期间真的很强 我觉得投资人讲的也没有错 就是说那可是问题是 你不买台积电你买什么呢 那过去这一年就证明了 买台积电都是对的 任何时间点买都是对的 任何时间点卖都是错的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好我想其实我们先从一个角度来做思考 就是说其实投资它就是一套哲学的思考理论的实现 跟执行的过程 那你现在回去看说 过去这一年买台积电的人都赚 是因为你从事后论 事后论的角度去看 任何时间买台积电都赚 然后卖的人都做错 那换言之你有觉得外资做错 因为外资其实也有卖台积电 对不对 那这个是事后论 当然是我们现在站在台北股市16000 然后台积电625 这个角度去看 我当然过去去评论过去当然都错 但是你站在现在此时此刻的当下 你要考虑的是未来台积电还有没有再创高的机会 那随着目标价的越来越接近 跟台积电股价越来越高 台北股市的位阶越来越高 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小 这个其实是一个几率跟风险的问题 就是获利跟风险的一个平衡点的一个考量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节目上面一直跟大家讲 强弱的分界点 支撑点在哪里 月线为什么是关键 原因就是在于跟股价现在的位阶去进行对照 如果说离月线 比如说波段短线这个月线支撑区比较近 那你相对能够承受的跌破月线的风险就会比较低 好所以关键点在于你的投资哲学是长线还是短线 如果今天你就是希望短线获利的话 那你总是等到台积电整理 因为台积电其实在过去这一年 也确实出现过几次整理盘 每次整理到非常接近月线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它就开始往上冲 所以如果你是做短线 你并不喜欢看到它在账面上面来讲 好像是亏的 那也许你等它整理的差不多的时候 在进场可能是比较好的 你的心理比较承受得了 对或者是你可以分批布局 也不见得说你一定要一次就all in 这种all in风最近很热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all in 就全压这种 其实有点危险 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所以第二类 所以你也可以用分批布局 台积电永远分批布局 对 我不敢讲说明年一定OK 但我认为如果你是这种 比如说三到五年 甚至于十年的投资者 台积电任何时间点都是OK 对啊而且其实说真的 我们会比较建议长期的投资人 他稍微有点点耐心 就是说我还是提供一个简单的想法 就是我从来没听过 手上报现金的人会报到破产 但是就是乱投资就会容易破产 这个是我的想法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是三到五年以上 甚至更长的 你绝对没办法确定 这三年到五年这中间 全球的经济会碰到什么样的风险 那如果你是长期看好一个产业 或甚至看好台积电 你就利用它在遇到 全球市场遇到风险 压回出现超跌 或甚至是回档修正的时候 你在进场布局 你就会出现成本优势 那我们在长期投资的过程当中 其实一直在追求一件事情 不是活力 是成本的降低 你会发现到其实有些人 他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答案 可以告诉你 他们讲得很轻松 但是你会听起来好像做起来好困难 因为他们成本早就已经低到 你无法想象 对所以成本低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那如果说现在进场成本比较高 那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把成本降下来 好那我们台积电当然是OK的 那连电呢 连巴科呢 红海呢 那个介入的时间点 还有现在可以介入的产业到底是什么 好我想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半导体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主軸 甚至在未来的十年应该也都还是 而且呢 现在它是金元代工为主嘛 那你说这个 其他的半导体产业 我们台湾有什么机会 我认为未来的十年 台湾有个机会就在半导体的新材料 就是所谓的这个碳化系跟氮化价 这个市场当中 那你会发现最近有 台北股市有一档股票 默默涨默涨 涨到没人讨论 就叫文贸 文贸已经从350涨到450了 已经从350涨到450了 因为大家过去都是 只记得它是这一个功率放大器 没错 可是你的重点是放在 它是介入半导体新材料 表现比较好的 没错 而且它是龙头 我先跟大家讲选股逻辑 电子股当中 我的想法 一定是要在全球市占率 市占率里面能够排得上名 像台积电 它的金元代工全球第一 然后打败三星跟Intel 那日月光全球的封测产能最大 那文贸呢 它市占率占70% 全球 这个是在产业界非常有名的 前三原则 对 就是你如果在全世界排名 如果在这个领域里头 没有排名到前三名的话 你不会成功的 没错 所以前三名这个原则很重要 对 所以为什么文贸 所以你买的都是这一种 它在它的领域当中 不是以台湾 是以全世界来看 没错 对所以其实大家稍微把这个格局放大一点点 台湾其实有很多半导体产业都蛮强 甚至联发科在IC设计的领域当中 它也是能够排得上名的一个企业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现在目前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在半导体的产业当中 未来大家可以留意的是在新材料的布局 因为现在从金元代工的角度来看 未来的五年到十年当中 可能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在一些物理极限的部分 可能没办法突破 那它可能在封测的方法上面要去进行突破 所以大家会听到什么所谓的什么骑士封测 什么FinFit 或者是GAA等等 这个都是他们在电晶体的密集的程度上面 要去进行突破的重点 那未来就是朝这一块去努力 而不是在制程的军备竞赛了 因为到2奈米以下说真的其实不太有空间了 那所以后续呢反而要去找什么 已经奈米萎缩制程已经来到一个集市 那就是新材料的出现 新的制程或者是物理极限性的一个延展或者是研发了 这个就是变成未来半导体的出走 所以你刚刚除了提到说文茂 你觉得它在半导体新材料 这个在全世界龙头的地位 不是不能讲说第一名啦 但是呢它那个前三名的地位其实是蛮明显的 那是很有机会的 那另外你提到的是封测 你觉得封测这一种先进封测 其实它越是能够领先 而且在全世界有前三地位的就越OK 这是日月光的优势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相关的呢 好我想其实这个国内的这个半导体领域当中 其实日月光的确还是有它一定的优势存在 那我个人认为其他的会比较偏中小型 那我就觉得就要看时事 比如说像最近这个电源管理的晶片在缺 或者是一些IC的面板的晶片在缺 要有涨价的效应 这个是个别股的题材 但我们未来看的是比较属于大方向 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 在台积电联发科日月光跟文茂 这几间公司 甚至在环球基因的部分你要特别留意 这五间公司可能会变成是台湾 在未来半导体的产业当中发展 比较重要的全球性的领先指标 所以这些都比较是接近 像我们一开始讲台积电的时候 是你遇到整理 然后遇到风浪 它下跌的时候 你就分批买一点 没错 这五家你都觉得可以 对我觉得至少他们长期的方向 很稳定很确定就在那边 那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回头看他们一下 所以你可以把他们加在你的长期观察名单当中 等他碰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再回来看 他们如果表现得比市场来得更强 那就是长期布局的机会 好所以这些呢 因为它都是很大型的个别公司 其实我们也不可能影响行情 但是提供给大家 助参考 非常谢谢 这个伟杰 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